我叫哈利 我是土耳其的外加官 掏了一口不太流利的中文 在小学生面前自我介绍 给人彬彬有礼斯文形象 他是土耳其贸易办事处副代表 都库哈利 热情欢迎大家参观土耳其文物展 给人十足亲和力 31岁的都库哈利来台湾 已经将近一年多 接受媒体访问 曾经表示自己热爱旅游 喜欢做菜 台湾还带给他美妙正能量 但退去西装后的他 似乎变了一个人 上个月3号他到酒吧喝酒 借着酒意搭讪女子却被拒绝 跌在人员上前劝足无效 警方到场他情绪失控 当场拉扯远警 闹上社会版面 除了丢进驻外代表的脸之外 同时也意外让人发现 这个案发酒吧在台外籍人士 眼中其实相当有名 你必须去卡尼西 这些事情你听到 你甚至去台湾 他挑高了建筑和英式摇滚的风格 吸引了不少外国人慕名而来 爆发土国副代表拉扯警方的案发酒吧 其实是国际连锁 那张特色是超大酒柜 还得用梯子才能拿得到酒 另外也有超大萤幕 所以经常举办运动加油party 六年前的氏族赛就成了外国人与台湾人夜晚放松看球赛的热门地点 没想到这次又因为外籍驻台代表欧警事件意外提升知名度 记得陈江豪 小伟山台北报道 没有人们在看球赛的工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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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转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